第38題 右列個圖中若V代表線圈或磁鐵的移動速度 箭頭代表移動的方向 則下列何則產生的感應電流最大 我們知道要產生感應電流必需要有磁場變化 而要產生磁場變化的一個方法 就是讓線圈跟磁場之間有相對運動 彼此互相靠近或互相遠離 我們的釘 兩個都靜止沒有互相靠近互相遠離 沒有磁場變化 我們的釘 兩個都是以V的速度向右 所以也沒有互相靠近互相遠離 所以釘跟釘都沒有磁場變化因此都不會生感應電流 而我們知道有磁場變化就會生感應電流 磁場變化率越大 感應電流就會越大 我們的甲 他有一個速度V 向右移動兩個分開 然後呢我們的以 一個是向右一個是向左 都是V 所以要以2V的速度彼此分開 他的磁場變化率比較大 以的磁場變化率比較大 所以以的感應電流比較大 第38題問我們說 則下列何則產生的感應電流最大 我們答案選的是 是B1